既然要想创建一个现成大家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像现成这点东西 我们回过图来看这图 你说这是不是 在我们没有学家了之前 或者没有用家的时候 像这东西是谁创建的 啥东西 我跟你讲 别点瞎懵了 虚你记忆了 我一鼠标过 我跟你讲 这是这样的 其实是说 由我们所在的操作系统来完成的 对吗大家 因为你知道吗 Windows里边有个人管理器 它是在管理这些任务 是的 它来创建这些进程 并来创建这种所运的什么 现成 是由系统来完成的 那么我们呢 是无法去直接使用系统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吧 那么应该怎么办 解决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什么 加法当中是否有给我们提供 能解决该问题的对象 对吗大家 尤其是这哥们还走了系统了 是不是啊 你不过是加法 他们有多现成 那是什么 人家Windows做具备的能力 它在帮你做这个分配呢 那么我们呢 是做不了的 那么我们就想说 加法是不是要有这样的对象 来去找底层做件事情 并把对象暴露出来 给我们用呢 这能听懂了吧 对 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解决问题要先找对象 那么这地方是谁呢 对吧 我们到这个加法的API文档里边来查阅一下 大家刚开始查准很痛苦 我们来查一下什么样啊 在加法的核心包里边 大家看 是不是要是核心包 是吧 是加法语言包嘛 为什么找这个呢 道理非常的简单 是因为 虚拟机一启动 是不是带队成 是这样吧 所以这对象是不是也在这呢 对的大家 那加法乱包里边有这么一个对象 叫谁啊 就叫做Thride 那这个Thride呢 线程是程序中的一个执行线程 加法虚拟机允许应用程序并发的运行多个执行线程 大家线程是用来干嘛的 执行在哪的 是吧 执行程序的 同时并发什么意思 对 对就同时 对就同时 同时 并发 就是同时 这个这个这个名词 把它记住了啊 以后别人又并发 就说啥意思 知道吧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 这个县程啊 我们知道有史乱的累 去到家 那我们就纠结哪呢 就是 咋创建呀 怎么去创建呀 然后呢 我们这想到一个问题 怎么去创建呀 大家 当我们去阅读这个代码的时候吧 我们发一个特点是什么 创建新执行 现成又怎么样 有两种方法 看见了吗 我们学习对象的时候吧 大家 通常 如果没有人跟你讲的东西的话 你都要阅读这个 这懂了吧 这个 你都得阅读这个 你不阅读不行 甭说 我们都得阅读 知道了吧 一种方法是将累 生名为什么 死乱的子类 原来要继承什么呀 该子类应该怎么样 重写吧 这个类里边啥呀 乱方法 这哥们特别给力怎么样 还给我写了一段代码 看到了吧 可大死什么东西 继承了死乱的 是这样吧 然后构造就不再多说了 是吧 来个public veralty run 是不是覆盖了呀 我们看看真的有那种方法吗 下来一看 在stride的构造器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先不管它 这里边什么方法叫做 乱吧 有的没方法 OK 这方法的名称什么意思 运行的意思吧 是的 运行的意思 而运行里边呢 这些东西咱也不说 因为没有讲的名词 好吧 但是你们发现 词而泽得对吧 什么应该重写该方法呀 是这意思吧 应该重写该方法 为啥呢 关键事 不好 所以大家老师这里边 要给大家介绍 创建县程的第一种方式 如何创建县程呢 创建县程方式一 叫做 继承 大家 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幕 定义一个位 麻呀 继承 死乱方法 死乱的泪 第二个麻呢 覆盖死乱的这种啥 乱方法 大家 可以用 但是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会很郁闷 能听我这意思吧 我给你们介绍是为什么 而那个门大众没介绍吗 是吧 来我看一下 我刚才啊 一个没留神 你知道 我看着什么了吗 有构造性吗 啥眼神 这还用看 怎么有啊 他就看着你了 他是瞅瞧的吗 他能他能拗对象吗 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呀 说 加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 是不是一个死乱的泪 而且创建其对象是现场 那就完了呗 我干嘛要听他们什么继承者那的呀 看着啊 我这弄啊 注意 这个就叫原因 看着 我就直接 我就拗一个死乱的 啊 你要拗这个干嘛 创建现成对象啊 还用我一个thread 这懂吗 对吧 这是偶尔的 大家 拖起来完呢 你创建了现成对象了 是吧 你知道创建现成的目的是什么吗 创建现成的目的 是为了开启一条执行路径吗 开启执行路径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要让一个 呃 一部分代码能同时和其他代码运行 对吧 而这一部分代码是我把它称之为任务 还记得吗 注意 这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帮你们分析那个现成的特点 那 注意往这看 我把它写一下啊 那我写这里面来 直接和我死在这关键上 我这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创建 现成的目的 啊 是为了开启什么 开启一条 执行执行路径 有执行路径 去运行什么 指定的代码呢 和其他代码的量实现 对 实现同时运行 实现同时运行 是吧 ok大家 那 你把这理解完以后 我给你讲这块就比较清晰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ok 而 那 运行的什么 指定代码就是什么 运行的指定代码就是这个执行路径的什么 是不是 我 我创建一个人为什么 我来帮我办件事吗 他就帮我任务才能行 知道吧 那么接下来呢 JVM 注意听 创建的 主线程的任务 都怎么样 都定下来 对 主函数中 对大家 其他函数跟他有关系吗 没有了 除非主函数就要用他 否则没有关系 都定在主函数当中 而大家 而 自定义的线程 他的任务在哪呢 而话音有没有 在哪啊 这哥们说得乱方法里面是吧 为什么得乱呢 我给你们说一说 好吧 叫做 而自定义的线程的任务在哪呢 死乱的类用于描述什么 描述 线程 对吧 用于描述线程 而接下来 线程是 线程是需要任务的 所以怎么样啊 死乱的类也有什么 也有对 也有对任务的描述 那这个任务呢 就通过什么 死乱的类中呢 乱方法来体现 也就是说 大家 乱方法 就是什么 就是封装 自定义 线程怎么样 运行 哎呀呀呀呀 运行 任务的 函数 懂吗 哎 这欧是吧 我解释一下 死乱的类中 描述线程的 对吧 线程程度上 有任务才有用 你搞线程度有任务 你得搞紧啊 所以你得有任务 那么怎么描述任务啊 对吧 任务是不是一段代码 对吧 那这段代码 是不是要被封装才能用 是不是啊 这个封装体 就是这乱方法 这个才是 死乱类里边 有乱方法的原因 听懂了吧 哎 说白了 乱方法里边 封装啥呀 对 乱方法里边 乱方法中 定义的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现成要运行的 要运行的任务代码 就这么简单吧 听懂吧 那有些人说了 老师在那弄吗 那怎么弄啊 你直接拗对象 掉这种网络来用了吗 对吧 是的 是的 你这么想 没错 但是 你那乱方法里边 那任务 是我需要的吗 我开启 现成的目的 不是让它运行 我定任务吗 啊 哎 就这么回事吧 就这么回事吧 所以大家 你有任务函数 我有任务内容 你认为我们俩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应该继承你 并覆盖你 把我的内容写到这个乱方法里边去啊 听懂了吗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承并复写乱的原因 哦 哦 哦 那么接下来 罗马迪那就是任务的代码 那么 我们 开启多线程 那么开启线程 是为了 是为了运行指定代码 是吧 那么怎么样啊 所以 只有怎么样 只有继承 死乱的累 我很多话都别写上啊 死乱的累 病怎么样 病 复写 乱方法将 要运行的代码 怎么样 对 定义在什么 定义在乱方法中即可 这能明白了吧 搞定 那么大家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做地上的动作了 对吧大家 啊 就不用那最拗力动作了吧 哎 这就明白怎么回事是吧 咱就不干这事了啊 好了 这里边我开始就说 哎 哥们来一个地上 s right 那 你干嘛呀 对 public vary 你是不是乱呀 嗯 因为 负列里边这乱呀 他在做什么事我不知道 咱们跟师傅跟我没关系啊 对 我一来就这个 老师 我要运带码在哪呢 在这里边的吧 是不是 假设这是我要运带码 那怎么办呀 你哥们说老师 你说 这不粘贴一下完事了呗 多烂呢 这个 你为什么不直接就要送啊 是这意思吧 那就欧了嘛 是吧 那当然你如果这么看 你不爽的话没关系 好吧 我真的把这段东西跟进去 行吧 那你们看这方便一点吧 是吧 给伤了 就代表稍微少一点吧 那大家就是 得不要因为代表翻晕吧 我问这个 然后大家接下来干嘛呢 我覆盖完了吧 第三步就是 你是不是在创建现成对象啊 你是不是在创建现成对象啊 是的 我搞个累 我继承死外的呗 死外的现成 我继承他怎么样 我这边也是现成 必须那么是吧 他是一场吧 我经常我也说一场啊 我已经属于所有的体系呢 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特点 那就意味着 直接创建什么 死外的类的 死类对象 是干嘛呀 受伤现场啊 对吗大家 创建们 来大家 当当 是假吧 是假吧 是的 看着啊 乱 乱 我是不是叫那方法 是的 看着啊 这个时候他也叫现成了 听懂了吗 这个时候他也叫翻译法了 你会发现 这结果有点让你不爽 这就是传说中的 涛生依旧了 说老师 你看你不还这样吗 再来十遍 他也这样 大家 到这儿啊 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 就是说 为什么还是这样呢 为什么还是主线程 在执行呢 对吧 我们试想一下 注意听 如果我真的有两个 线程被创建了 他们要如果运行起来了 是不是意味着 这哥俩有可能会随机啊 大家 我在这第一段和第二段中间 我搞一个什么呀 搞一个哈哈 我故意加这么一段 懂一个 我看看他们是不是永续了 很郁闷的 看这一次吧 有个哥们说把那个99用掉 那个99用掉没什么用 一样的 懂吗 到这儿我们就能验证一点什么呀 按理说他俩应该同时开启以后 是不是应该是互相抢提资源呢 这哥们居然按顺一走的 说明我跟讲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一个主线程的执行 听懂了吧 哎 为什么呢 大家 线程啊 这类事物比较特殊 你创建完以后 去调用这个乱方法的话 其实跟我们之前 用创建对象调用方法一点区别都没有 对不对 一点区别都没有 这是一个标准的常规调用方式 如果你想要使用线程做这件事 注意往这看 你得到县程类当中去找方法 什么方法啊 大家 这个里边你注意看 看着啊 他不是写个事例了吗 下卡里吧 然后下列代码会创建并启动一个县程 大家创建 注意词 原来是这样 这个特丸创建了好使不 好使 还怎么办 还得启动 还得启动 这啥意思是吧 来你过来给我站那 多一人吧 是吧 我说我跟你讲啊 一会你给我把这个地我擦了啊 那完事了 我不要动吧 黑点站着不动 对不起擦不 不擦 对吧 啪一片子擦 动了啊 那开启才可以 所以他多开启动作 谁做开启动作 有方法吧 对 怎么开启动作 现成自己对清楚啊 他就偶了嘛 哎呀 多一死他的方法 过来看看 死 他这 使该现成开始执行 加拉虚拟机调用该现成的什么 乱风 躲了 大家 用手工调用吗 完全不用 怎么 直接start就可以了 大家 这个就叫做开启现成 大家 死他的方法做解释 死他的方法做解释 两件 电视事 开启现成 电视事 调用 调用法 事实上 或者高的虚拟机调用法 叫做调用 乱方法 欧了 大家 把他写上的 第三个就是创建性调 听什么样 要用 使他的方法 怎么样 对 开启 开启 现成 并调用 那 现成的 任务 乱方法 执行 明白了 大家 这时候 现成才开始执行了 大家 来 我们看一眼 入一路 这个第二题 我也讲完了 调用乱 和调用start 有什么区别 大家 这个作业 自己做下 ok 调用 乱 和 调用 start 有什么区别 自己做下 紧跟着大家 我们运行一下吧 是吧 这会儿还是这样吧 编译大家 运行 有个外面看 挺有趣的 谁跟你说有趣 谁跟你说有趣 对吧 大家 再运行一下 注意不免疫了 运行就可以了 你别着急 我不是打妈妈来吗 啊 那个 这还有趣呢 这样 有趣关键太差了吧 大家 一运行以后 你发现 第一次出来 是不是小强 第一次出来是不是旺财 大家 两次运行都不一样 我跟你讲 你运行多次费这样 听不懂 它都不一样 对啥呀 对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 CPU是在做随机切换的 我们这个程序当中 有几个线程 搞什么飞机一天 几个 三个 至少你能看到的 是不是家 主线程和咱们自己开机俩吧 三个线程 至于拉姐不说咱们不算 懂吗 有三个线程 CPU在 快速的在这三个线程间 坐着切换 切到谁运行谁吧 所以是随机的 大家 你看到结果呢 这个样子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 怎么打印 怎么出现 是不是CPU出的算 是的 大家 有的哥们说 老师 你把这去掉呗 行啊 去掉也行啊 编译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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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老师 和谐了 对吧 老师你就没事这个 这也不乱啊 是吧 不还是旺财玩的 这是小强吗 你看到这个了吗 旺财刚到七的时候 是不是小强杀下来了 对吧 你看这个哥们 是不是这样 对吧 还有吗 必须有吗 大家看 旺财是不是惨透了 是吧 明白吗 大家 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事例当中 CPU切了旺财 冰邦冰邦 好 忘财搞定了 懂了吧 才搞定了小强 在事实上中 旺财搞到七的时候 小强就被CPU切换到了 对不对 就开始毛小强了 毛小强小强之后 什么又忘财呀 这是什么样啊 这是忘财 一个就弹了 被忘小强 就冲下了 从以后呢 再毛小强 忘财吧 明白了 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 你不要理解为 不还没有变化吗 不是的 你多用几次 就可以看效果 因为什么 因为是随机的 先听懂了吧 这是随机的 你打印一万次 我跟你讲 都差不多 都快一样 有相同吗 有 这很正常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的跟回家演示 说 老师 我家那不一样 你讲的有问题 我在家 当我试了三十多遍 都是忘财先出现 小强后出现 就这种 然后呢 我说 那你的代码 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不不 老师 我就用你的代码 对吧 为什么 其实我跟你讲 特简单点事 你那个是属于 处于理想状态下 清楚了吧 老师怎么办呀 我告诉你一点 你只要把这数值 稍微调大一点 让这个县程 多运行一会儿 是不是 CPU来回贴呀 就会出现问题 就会出现交替 就怎么办 而且每次交替都不一样 而为什么说 少就没事呢 因为 CPU怎么样 他一贴完之后 错就搞定了 明白了吗 秒杀了 还未能贴呢 就一本事了 这东西了吧 欧了 明白了吗 他说老师 我这个搞到一万了 我也是先忘财 在这个 是吧 那不用问了 你的程序肯定有问题 清楚了吧 你弄好都没有三个县程 是吧 就一个县程在玩的 懂我说 肯定是这样了吗 大家到这儿欧了吗 欧了 创建县程第一种方式 给大家介绍完毕 那 继承子类 复写乱方法 将 现成 运行的代码 封装到 乱方法当中 并 创建此类对象 干嘛 开启并什么 执行 听懂了吧 OK